演技派邓魏新作《仙台有数》曝光古装造型,每一套都是一幅时尚画卷。 邓魏的演艺生涯宛如他在影评上呈现的角色一样,充满了变幻莫测的风采,层出不穷的惊喜。 今年暑期档,凭借着长相思的巨大成功,他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如今,他正投身于一部即将震撼上线的古装新剧《仙台有数》的紧张拍摄之中。 在长相思中,邓魏以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在剧中塑造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为他赢得了许多粉丝。 这部剧的成功不仅为邓魏的演艺事业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也使他成为了当红演员之一。 眼下,邓魏正全身心投入到《仙台有数》的拍摄中。 这部古装新剧预计将再次展现他的《多才多艺》,为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 剧情的紧凑编排和精心设计的角色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充满仙侠魔幻色彩的视觉盛宴。 邓魏在剧中将饰演一个怀揣仙侠之力的角色,其神秘而霸气的形象引人入胜。 观众们对于他在新剧中的表现充满期待,相信他将以出色的演技再次征服观众的心。 邓魏的成功不仅源于他扎实的演技,更是由于他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对表演的热爱。 他在每一个作品中都展现出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赢得了导演和剧组的一致好评。 随着仙台有数的上限,邓魏的演艺事业将迎来新的高峰。 观众们可以期待在这部剧中见证他更加成熟和多彩的表演,为他的演艺生涯写下新的辉煌篇章。 邓魏用他的才华和努力,正为观众奉献一场精彩分成的演艺之旅。 在长相思中扮演涂山井一角,邓魏的演技傲人,使他的声名鹊起。 在与杨子的《虐恋情深细录》中,他成功吸引了300万新粉丝,成为备受瞩目的当红顶流男星。 最近,他与李一同,曾顺息携手出演的古装新剧《云秀行》更是引发了观众的期待。 迅速再度投入拍摄,他作为男主角参与的《仙台有数》更是为他的演艺生涯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这部剧中的女主角则是与吴磊有绯闻的相涵之,使得这部剧备受关注。 长相思为邓魏打开了事业的新篇章,图山井一角深情且沉稳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喜爱。 他与杨子的出色配合,让这段月恋情深细路更显真挚感人,也为邓魏积累了大量的粉丝基础。 近期与李一同,曾顺息合作的《云秀行》让邓魏在古装剧领域再度亮相,备受期待。 这部剧以其独特的故事情结合卓越的演员阵容,引起了广泛关注。 火速禁组的《仙台有术》使邓魏展现了更加多样的演技。 他将在剧中饰演一个神秘而令人期待的角色,而与像含之的搭档更是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这段与吴魏的《非文艺》畏惧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使得《仙台有术》成为备受瞩目的古装新剧之一。 邓魏在不同类型的作品中不断挑战自我,呈现出多面低演技和出色的表现,让观众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 他在演艺生涯中的崭新探索和努力,让他成为了当今影视圈备受关注的新生代演员之一。 邓魏的身高达到183公分,搭配小巧精致的脸蛋,再加上被赋予古装美男的美誉,使得他在古装剧中的表现备受期待。 自《仙台有术》开拍以来,已经有超过10套不同的造型曝光,每一次亮相都宛如一场时尚盛宴。 每一套造型都展现了设计师的巧妙创作,给人一种美不胜收的感觉。 无论是华丽的宫廷服饰,还是优雅的侠客装扮,邓魏都演绎得淋漓尽致,完美融入角色的氛围之中。 他在古装剧中的形象栩栩如生,为角色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让观众更加期待他在剧中的表现。 随着《仙台有术》的播出,观众将有机会欣赏到邓魏在剧中的多样造型,感受他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对表演的执着追求。 他的时尚与演技的完美结合,无疑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艺术的双重胜。 邓魏在剧中的多重角色演绎,展现了他的出色表演,力和多样性。 从深情的男二到霸气的大反派,每一个造型都展示了他的多面性。 在浅色系飘逸长袍中,邓魏留着胡渣戴斗粒的形象,展现出一种古典之美,给人一种飘逸悠然的感觉。 而一旦切换至魔化的黑斗篷造型,整体形象顿时充满神秘感,勾勒出一位强大而神秘的大反派形象。 尤其是在白发造型中,邓魏巧妙地驾驭成了一个潇洒俊朗的仙侠少年,仿佛是一位走出仙境的神秘使者,展现了他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出色的演技。 这种多重角色的扮演,不仅考验了演员的表演功底,还展现了邓魏对角色多面性的敏感捕捉。 观众在欣赏剧中的不同造型时,可以感受到邓魏为每个角色赋予的独特氛围,使得观影过程更加丰富和引人入胜。 随着邓魏在《仙台有数》中的表现逐渐展露,观众将会被他精湛的演技和丰富的角色刻画所打动,更加期待他在未来演艺生涯中呈现出的更多亮眼之作。 邓魏的演技和造型魅力在新剧中展现得更加强眼。 两套最近曝光的新造型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套是戴着半脸面具,身穿白衣的仙气造型,邓魏如同仙人一般脱俗。 这个造型展现了一种神秘而高贵的氛围,与他之前的角色形象迥然不同,让人充满期待。 另一套则是霸气全开的黑金色战甲造型,邓魏扎着高马尾,悬浮在半空中,动作如同准备要施法一般,充满了霸气。 这个造型展示了他在剧中的强大力量和决心,呈现了一位英勇的形象。 高马尾和黑金色的战甲相得一张,凸显了角色的独特魅力。 这些新造型不仅令人惊喜,同时为整个剧情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邓魏通过精湛的演技和抢眼的造型,成功地为角色注入了生命力和深度, 使得观众更加期待他在《仙台有数》中的出色表现。 随着这些令人瞩目的新造型的曝光, 邓魏将近一步展现他在演艺领域的多才多艺, 为观众带来更加精彩分成的视听盛宴。 邓魏所穿戴的黑金色战甲确实展现了高度的制作工艺和设计精巧。 金色铠甲的精致细腻以及下摆布料的独特花纹都彰显了制作团队的用心之处。 仔细观察,甚至可以看到披风内部镶嵌的整片金色花纹, 在阳光的映照下呈现出意义生辉的效果。 这套战甲不仅在仙台有数中成为一大亮点, 同时也勾起了邓魏粉丝们对他在《长月静明》中的经典形象的回忆。 值得一提的是, 在《长月静明》中, 邓魏曾饰演宣承王霄林, 身着全白战甲, 保留了仙气与轻盈感的形象。 而如今, 换上身色战甲, 气质骤变, 形象更加邪魅且充满侵略性, 瞬间秒变大魔头, 再次引爆了粉丝们的期待。 这样的造型转变不仅彰显了邓魏在演技上的多面性, 同时也展现了他对不同角色形象的巧妙驾驭能力, 使得观众对《仙台有术》的期待值更上一层楼。 《仙台有术》不仅是一场演员的视觉盛宴, 更是一次古装剧的全新尝试。 邓魏在剧中展现了精湛的演技和多样的造型, 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充满仙霞色彩的佳作。 每个剧情场景都宛如一幅古老的仙境画卷, 而邓魏的表演则如同一场场视觉盛宴, 让观众仿佛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邓魏通过在剧中扮演不同角色, 展示了他在演技方面的多样性。 无论是深情男儿,霸气大反派还是潇洒的仙霞少年, 他都能游刃有余地切换, 为每一个角色赋予了生动的个性。 而他在剧中的各种造型更是精致独特, 每一次亮相都像是一场时尚盛宴, 让人叹为观止。 观众对《仙台有数》的期待也随之水涨船高。 这部剧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出古装仙霞的精彩戏码, 同时也为邓魏的演艺生涯注入了新的活力, 使他成为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仙台有数》只是邓魏演艺生涯的一个缩影。 随着剧情的深入, 观众将有机会欣赏到更多精彩的故事情节, 以及邓魏更为惊艳的表演。 他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都将深深地烙印在观众的心中。 在演艺圈激烈竞争的时刻, 邓魏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气质, 正逐渐崭露头角, 成为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期待着他在《仙台有数》中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功。 制作团队在选择场景上精心策划, 力求还原那个古老而神秘的仙霞世界。 每一个不仅都经过精心设计, 从蔚蓝的天空到翠绿的山川, 再到瑰丽的仙台, 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 旨在为观众呈现一个真实而又令人陶醉的画面, 让人仿佛身临其境。 制作团队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编剧, 通过深入挖掘故事中的情感纠葛和人物内心的变化, 使整个剧情更加丰富多彩。 在这个虚构的仙霞世界中, 观众不仅可以沉浸在引人入胜的情节中, 还能体会到关于信仰、 勇气和成长的深刻寓意, 使整个故事更加引人深思。 邓为在这部古装仙霞剧中扮演一个复杂多面低角色, 他通过淋漓尽致的表演将每一个场景都展现得深入人心。 不论是激烈的打戏还是充满仙气的对白, 都显示出他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每一个造型的变化都反映了他对角色性格和情感状态的精准把握。 观众仿佛能够透过他的眼神读懂角色内心的波澜, 感受到他对角色情感的真挚表达。 这部剧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演员的表演, 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因素。 音乐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作曲家们通过音符的跳跃, 使整个剧情更加生动有趣, 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每一首配乐都是对情节的点睛之笔, 使得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更容易沉浸其中。 此外,后期的特效制作也功不可没。 在仙霞剧这个类型中, 对于特效的要求格外严苛。 为了呈现出真实的仙霞世界, 特效团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从仙台的修炼场景到战斗中的神秘法术, 每一个特效场景都经过精雕细琢, 使得整个剧集看起来更加引人入胜。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观众们对于电视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而仙台有数恰好迎合了这一需求, 通过对演员、剧情、场景、音乐和特效的精心打磨, 呈现给观众们一部真正令人难以忘怀的古装仙霞大戏。 今年的暑期档, 邓卫凭借着长相思的成功一夜之间成为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他在剧中的屠山景一角让他声名大噪, 尤其是与杨子的虐恋情深细录, 让他的粉丝迅速增长, 成为当红顶流男星。 最近, 他还携手李一同, 曾顺兮出演的古装新剧云秀行备受期待。 而在即将上线的仙台有数中, 邓卫将再次展现其多才多艺。 身高, 183公分, 小巧精致的脸蛋, 再加上古装美男的美誉, 使得他在古装剧中的表现备受期待。 仙台有数的造型曝光已经超过一十套, 每一次的亮相都像是一场时尚盛宴, 设计师们巧妙创作的杰作给人一种美不胜收的感觉。 从深情男二到霸气大反派, 邓卫在剧中的多重角色扮演着不同的面孔, 每一个造型都彰显着他的多样性与表演力。 特别是最近曝光的两套新造型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套是戴着半脸面具, 身穿白衣的仙气造型, 如同仙人一般脱俗。 另一套则是霸气全开的黑金色战甲, 邓卫扎着高马尾, 悬浮在半空中, 动作如同准备要施法一般, 充满了霸气。 仔细观察黑金色战甲, 金色铠甲的精致和下摆布料的花纹都显示出极高的制作工艺。 这套战甲不仅成为仙台有数中的一大亮点, 更是让邓卫的粉丝们期待不已。 这部剧不仅是演员的视觉盛宴, 更是古装剧的全新尝试。 邓卫通过精湛的演技和多样的造型, 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充满仙霞色彩的佳作。 不仅如此, 剧组在场景的悬址上也进行了精心策划, 每一个不仅都力求还原那个古老而神秘的仙境。 编剧团队通过深入挖掘故事背后的情感纠葛和人物内心的转变, 使得整个剧情更加丰富多彩。 在这个虚构的仙霞世界中, 不仅有引人入胜的情节, 还有关于信仰、勇气和成长的深刻寓意, 使得整个故事更加引人深思。 这部剧的成功, 将不仅仅是对邓卫个人演技的认可, 更是对整个团队的辛勤付出的褒奖。 观众们也因这个令人陶醉的仙霞世界而铭记了邓卫。 未来, 他或许还会走进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无论是在仙台还是其他舞台, 邓卫都将以他独特的魅力继续闪耀在演艺圈的每一个角落, 彻底曝光了自己的新剧仙台一棵树的十种服装造型。 每一张都像时尚大片一样惊艳。 他在剧中饰演多重角色, 从仙气十足的外表到霸气战甲。 每一次亮相都展现了他多样的演技和迷人的魅力。 观众无疑会在这场古装盛宴中欣赏到邓卫的新演技水平。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